新北市汐止区间月子中心 爆出员工在4月受感染肺结核 但是家长是一直到了8月才接获通知 这里面有26个未满足岁的婴幼儿 得接受预防性的投药9个月 卫生局证实确实是有这件事情 目前26个孩子都已经接受过X光检查 没有人感染 只不过为什么没有事前告诉家长呢 卫生局说当时其实是碍于疫情的关系 当时因为疫情非常严峻 所以他们决定说暂缓通知 只不过有新手妈妈当然就很担心了 这4个月的时间蛮长的 孩子都在这样的环境 会不会接触到染病的人 月子中心回应了 员工染病之后 他已经在家里面休息都没有上班 月子中心也已经完成了全面清销 但是这是有隐匿病情吗 好多家长还是无法接受 我蛮担心的 我也怕我自己的小孩有接触到 抱着宝贝觉得不安 因为自己的小朋友也曾待在这个月子中心 这里是新北市系纸的一家妇产科 附属的月子中心 被爆出4月时有员工感染肺结核 但家长却在8月才得知消息 现在更有26名未满足税的小婴儿被匡列 需要预防性投药长达9个月 让把小朋友送过来的妈妈非常担心 我4月生完就是住这边的月子中心 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 所以我不晓得说他通知的 是全部通知完了还是还没通知 希望他告诉我说 他们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那我的小孩自己有没有接触到 被指引通知慢半拍 月子中心低调不受访 只发出声明说 4月时员工染上肺结核后 他已经请假在家休息 没有进到月子中心 卫生局则解释 肺结核有非立即性传染 且不亦诊断的特性 考量当时是疫情爆发期间 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才暂缓通知 26名匡列接触婴孩 都已经通知安排S光检查 及预防性投药 期间为9个月 第12个月后会再安排 进行一次S光检查 只是新生儿还没发育好 医师提醒出生没多久 就要用药得格外小心 有些会造成所谓的药物性的黄胆 或者是药物性的肝炎 所以这个其实 用药上面都要很小心 月子中心员工染上肺结核 家长却是相隔4个月才得知 相关单位应该尽早 向新手妈妈说明清楚 别让迎接新生儿的喜悦 萌上隐层隐隐 欢迎新闻黄瑞 新闻北报道